放册一下 对 别碰到这个线 对 大哥 这个是用的什么泥 这个是白泥 都是白泥吗 对 还有红泥的 没有红泥 这个是白泥 红泥的这两天没做 像这个一个拉坯 如果拉成达到你标准 比较完美了 得多长时间 产品还是光拉好 光拉好 就初见规模 嗯 光拉好 大概在10分钟左右 10分钟左右 对 是不是都是手的劲儿 对 全是手劲儿 你看 全是手劲儿 就是我一看 你看这个形状 手里就出嘴 看啊 这个都是白土 这个披子在大哥的手中 其实到这个上面有一点 呃 比较糙的一个形状 然后现在出来这个样子 是完全通过他的一双手 根据他的手劲儿 出来 这个样子 就完全是手工的啊 说白了就是咱现在话 就完全手工自己操作 手劲儿来完成 所以他这个手劲儿 对这个 呃 最后想成了这个样子 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自己心里是非常有数的 大肩就 有点费劲 费劲 费劲 没有几十年的功力 根本拉不起 拉不起来 大哥说了 就是这种拉 这个这个属于大的 大的是吧 大的成品 没有几十年功力 这种拉 这种这个规模的 披子是拉不起来的 小牙 schwer 没有几十年功力 这个章篇 有很多人学呢 这个章篇 这个章篇 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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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十几分钟开始 刚才你看我们看老师 整个这个拉披过程 我就是我第一感受就是 它太心里有数了 而且手上的劲都能看着 这真的是技术娴熟 所以你看就这个 我边上这个就是刚拉好的 我看也就十多分钟 这个也就十多分钟就完成了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 这个东西怎么就这么贵啊 我就还是一句话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们买的这个价格 最后其实是这个 完全是手工的 在咱中国什么贵啊 就是只要是有人工加入进来 这个东西一定是 价格是高的 那你想想就这样的一个 刚才问大哥 这个做的是这种胡筒 就是储存 这个茶桶储存茶的 那这个东西 它是需要多个的人工步骤来完成 所以最后这个桶卖的价格 可能要好几千 至少好几千 或者说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价格吧 我现在原来可能我不接受 但是现在我能接受了 因为它确确实实有很多人工的心血在里边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修批 那大家觉得我这这个视频啊 其实是分几天完成的 你看前几天看到的是老师来做这个拉批啊 从拉批到修批这个时间 我们停了好几天 因为这个批子出来了之后 如果太潮 也是没法修的 所以我们也是等了几天啊 给它要有一个放置的一个时间 大概能有个三四天吧 是吧老师 我们大概到过三四天这样 然后又来了 现在大家看到就是这个修批 没法修批 我还是可以抹几天啊 我还是希望你收到 我还是可以批啊 我还是希望你这么多了 我还是可能 现在修批的这工具也是你自己做的 这个就是放置之后的 还没修 没没 这个是没修的 这个是初批 初批 这个是修完的 你看是不是看的非常明显啊 你看修过和没修过的真的是不一样 你看这边它看不出了这个纹理的 是非常细腻的 这个表面是很光滑的 这个设备是搅泥的 搅搅拌 搅泥的 搅泥的 对 搅泥的 对对对 霍泥的 就北方话叫霍泥用的 就是现在这个室内有可以说就是三步 我们现在能看到有三个步骤 现在的这位老师 他应该是在这个紫桃上做画 他的手机里边也是拿了一幅画 把这幅画 可以说算是这个原封不动的 给画到这个做好的紫桃上 而且你看从我刚才一进门 他整个的这个手法动的笔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为什么动笔的速度快呢 说明他的这个技术手法是非常成熟的 这又拿了一个 然后这个也就是基本结束了 这个是基本结束了 这又换了一个 这个就是绘画啊 绘画 首先就是得绘画 最少的 起码的就是绘画嘛 绘画 绘画 这个跟纸上有点不同嘛 跟纸上不一样 因为他这有 就是载的不同嘛 这个皮跟那个纸 纸是平的嘛 对 这个是有弧度 还有一个结构啊 都不一样的 对 布局 都不一样 有区别 有区别 像你看您手机这幅画 那你画到这个紫桃上 是不是就是首先心中要做的有数 这个比例问题 就是安排嘛 安排对 安排的 他哪个在哪个位置啊 没错 嗯 哎呦就是复杂的话 哎一天连一个都 一个都刻不了 这个东西很需要纳心点 哦没错 心要静 静不下心 就干不了这个 大姐现在拍到你这步 应该是第三步了 对不对 这个屋子里的第三步 对对 你看这个眼神 你看能气氛的出来吗 很冷 渐变色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就叫这种豆绿 或者叫抹茶绿 哎 这里是很冷很冷的 我看它有点灰掉 灰 但是烧起来之后 我填完再这个 我还要重新调一点 再调一点 你就把这个放在这个干部的地方 根部 给它配成这个黄龙黄龙的 好 你看 最后你看把这个泥巴 最后都给它填完了之后 是不是还是要修啊 这样就是这样是直接直接进到那个进到里面去高温烧吗 还是说得干了之后修 明天我还要手工修五六大 哦 五六大修了之后 把多余的泥巴修出来之后 还要像红师傅一样修P 还要在那个机子上修P 还要修P 为什么 这P子都出来了呀 我认为你不在那个手工修 你修不得那个光滑 修不得那个干净 你还要重新在那个机子上修 修一道 然后修成那个 那个 光滑的 比较滑的 再晾干 再晾干 晾干以后才可以这样 我的天哪 我又长知识了 就是 我给大家复述一下的意思 你看 现在这部给它 填好了之后 明天还要有五六道的工序 然后要给它 给它这根表面上 要光滑一点 要继续的在修P 光滑之后 然后晾干 才能进到腰里面烧制 太麻烦了 你给我拿一个定制款 给我拿一个定制款 我们这一期长视频啊 从第一步开始拍的 就整个拉披 包括之后的几个步骤 我们仅仅也就是拍了几个 主要的步骤 其实还有一些非常细小的步骤 因为整个做紫桃这个工艺 大概听说啊 要有七十多道的工序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仅仅给大家展示出了 就是几个主要的环节 说说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吧 就是没来建水之前 我不太了解紫桃 其实包括现在也不是太了解 包括到了建水之后 其实我很久了 来很久之后 我才开始拍紫桃 为什么 因为我对它还不是 非常的这个喜欢 不是非常喜欢 但又觉得说 倒建水了 紫桃是当地的一个文化 要有这个内容 要有这个内容 所以才来拍 才来拍 但是通过我来拍 我大概来这个晚瑶村 拍这个视频 大概有三四次 因为它有几个环节 不是当天能完成的 所以我得来几次 通过来这几次 我说说我的感受 第一感受就是 纯手工的紫桃的东西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因为看到他们整个的制作的过程 两个字麻烦 还是两个字就是费劲 所以一开始 开始走到这个股城里边 因为这个多少钱呢 这个多少钱呢 第一感觉就是 这么贵价格高 但是真正手工做的这些东西 它有很多都是 全是手工来完成 这个东西 我拍完了之后 了解了这些皮毛之后 我才觉得 这些东西真的是 一分钱一分货 真是物有所值 因为纯手工的 这些紫桃的这些商品 这些艺术品 真的是有很长时间的 一个制作过程 大概两三个月吧 有的也得这么长时间 才能做出来一个长品 所以呢 就是拍完这期视频 我觉得 我再去出去看紫桃啊 如果纯手工的那些 给我报一个价 可能我就不会觉得 哦高啊或什么 因为我已经了解了 大概这个制作的一个过程 所以不知道今天 就是看到这个视频的小伙伴 你看看这个视频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确实是学习到了一点 紫桃的小小的一点知识 并且也非常敬畏这些 做紫桃的这些 民间的手工匠人 因为他们都是从十几岁 就开始拉批来做 每一个步骤 都有每一个步骤的艰辛 所以我对他们就是非常的佩服 因为真的很辛苦的 弄得脏兮兮的 然后再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再烧呀 拿出来呀 然后再晾晒呀 最后咱们看出 看到的那些成品 那都是七十多道工序 才拿到我们的手里 所以它真的是一件艺术品 好了 这期视频 咱说这个紫桃文化 咱就说到这 我是靠谱的张小姐 一个做过老师 主持人 记者 编导的刘博主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